上次龟下测评视频答应大家的 8000赞所茅台冷水龟下赞到了 我必须要为自己的承诺复苏行动 就在8000赞达成的那天 我立马打开淘宝 毫不犹豫的斩钉截铁的 茅台都已经准备下单了 但是突然收到B岛的一条消息 那个火酒啊 他对我身体不太好 但是竞标龟下我还是买了 而且还是买了两包 那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竞标龟下的这个信息吧 那它的产区的这个海拔是在2100米的 巴拿马波奎特的索菲亚状元 那水洗组的冠军 杯色得分呢是95分 大家都知道啊 杯色80分以上呢 就属于一个精品咖啡这个标准了 所以说呢这个豆子 它的价格也达到了天价 熟豆的话差不多一公斤 也要4万块了吧 那我之前看到有人发的 在咖啡节上的售价 就是喝一杯的话 那这个要将近2000块钱了 这包竞标的龟下呢 是新路咖啡的烘焙师烘的 就是烘之前他还特意给我发了个消息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他说他真的不想烘这锅豆 我问为啥 他说这是他的心头肉 我说我昨天喝了一杯莓果味的咖啡 他问我啥咖啡 带你远走高飞 那我一直好奇啊 竞标龟下卖这么贵 到底和普通的龟下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我要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我要用这种普通的龟下 和这个竞标的龟下 都是水洗处理的 分别呢做成那个手中的咖啡 以及冷脆的咖啡 让我们公司的同事盲测试喝 然后投票 我知道这么傻的事情还没有人做 但是我牛牛牛就是这么傻 我来做就是玩咖啡不较真儿 大家可以猜一下 哪边是标王龟下 哪边是浦东的蓝标龟下 恭喜然后选了左边的朋友们 经过了五个小时的不懈努力 已经滴好了 然后又过了一晚上 发酵也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盲测试喝环节 先把它加点冰块 先稀释一下 因为我昨天做的这个比例 一比十二其实是有点高的 第一个 谁来 这两杯 直观一点 你觉得哪个好喝 比较喜欢这杯 如果是比较平衡 然后甜感比较高 平衡感非常的好 然后有淡淡的花香 这杯的话我会觉得比较重的发酵味 这个的红薯味还挺重 看来这个感觉喝着舒服一点 你投这个 你喜欢带红薯味的对吧 你喜欢这边 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呢 这个太浓郁了 风味感觉没有打开 这个呢 果酸啊 割花面 这个很烈 嗯 这是我一较喜欢的 OK 热带风味比较好 下一个 怎么都不喝完啊 一口一两百 你们竟然都不喝完 这个太浓了 然后我就喝着胡香跪下 然后这个水果调性会比较好 Next one 你选这个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像臭豆腐冷却 这个臭豆腐 有人说是这个红薯 不是臭豆腐是挺好吃的吗 就是我们去长沙那个臭豆腐 哇 简直不要太香 第一道为大家尝试一下 还是这个吧 为什么呢 这个它的那个 果酸味和层次感更好 这个的话 它中味没有那么吐出 但咖啡味是很重的 所以我更喜欢这个 OK 好的 好 再喝一口 再喝一口 你喜欢这种感觉的 说一下原因 因为它会有一些 那个可可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些发酵的感觉 然后这个就喝起来 像那种果醋一样 酸酸的 苹果醋 对 那是有那种 这个的话 比如说你喜欢稍微 平衡一点后吃的 OK 好 Next one 你们都不喝完 哎呀太浪费了 不要喜欢这个 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口感更加圆润一点 水果调性比较特殊一点 这个可能比较厚重一点 来Next one 下一个 更喜欢这个 我比较喜欢它酸一点 就是它酸它不酸 哇 这不像是咖啡了 像茶一样 你选这个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边有点酸的不舒服 这个有点酸的不舒服 这边比较平凡一点 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看两边差异还是挺多的 这边是三票 这边是七票 三比七 等一下我把这个收一下 再重新做一个 然后投票一次 好不好 我刚才又仔细思考了一下 我还是要用这个聪明杯来做 因为用聪明杯来做的话 变量更少嘛 变量更少嘛 热的已经做好了 这边好喝 双甜平衡 风味较好 还有一点点奶油般的丝滑 这边有点混乱 这个显身 因为这个的话 它的味道平平无奇 然后就是有点带有木滋味 很没有特点的感觉 然后这个一下特点就很突出 我感觉是不是 因为我这个票是放到这边 你们都选这边 我把这个票收起来 让大家都不知道 要不然大家都看头这边 来接下来下一朵了 差别比较大 这边是明显是有风味的 有甜感纯厚度 香气比较愉悦 那边的话喝起来很普通 所以我都觉得有点下意试了 我喜欢这个 纯厚度高一点 这个它纯厚度低 对比较薄 很大 你的票呢 最后一个了啊 你要先闻一闻的 你喜欢 这个有一种焦焦的苦味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闻上去有成熟的水果 这次的差距更明显了 你看这边就只有一票 这边是9票 9比1 结果很显然一见 对吧 这边呢 标王的归下 这边呢 是这个蓝标的归下 看来大家还都是喜欢贵的东西嘛 是吧 还真的是啊 我以为这边是标王 你知道吗 你以为这边是标王啊 我以为这边是标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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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贵有贵的道理 是吧 都喜欢贵的 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 是吧 我也不用给你们揭晓答案 这个大家都能看明白的是吧 你看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盲测 以及盲头的这个环节已经结束了 还是大家喜欢贵的东西 不过也的确是 我看到这两个就是萃取完的这个咖啡渣 很明显这个 标王的这个归下 就是它能让你感觉出好像是 小时候很甜的那种水果糖的那种味道 真的好神奇 仅供娱乐 禁止模仿 咖啡不较真 我们下期见 Cheers